可以介紹一下今天的穿搭嗎 今天的穿搭是秋龍已經到了 好 今天的穿搭是秋龍已經到了 所以我覺得可以挑選一些比較亮色系 金屬色系的上衣 那會覺得如果太老實中的話 其實可以搭配比較休閒的 像單領褲的吊帶裙啊 其實這一件是吊帶裙 而且它非常的特別 它旁邊是有小型機 是有開叉的 對 其實有點害羞 天氣有點冷 所以不敢顯露出來 在想說現場也很好 沒有標準一點 你知道不可以想好好現場 就是今天想要走一個 休閒個型的感覺 我自己平常覺得起來 是喜歡這種休閒的專制嗎 對 因為其實我自己 私底下還蠻喜歡這種 比較寬鬆的路線 然後覺得比較舒服 最近演那個明初的那種 產生期 我會不會覺得很驚崩 就是要非常像女孩子的樣子 就要實時的 就要註定奧自己的依態啊 對 所以其實今天來的時候 這樣的期待也非常的緊張 因為看到超多人的 那期待的話是因為 這是亞洲最大的旗艦片 所以飛來不可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其實很敢 一下飛機就衝回來了 所以還沒到後台跟 看前線鞋有沒有到後台嗎 沒有 就已經後台就差不多 喔 我們就要出來了 對 那之後還會考慮建議一下 就是滑具或是一些 偶像支出的地方 不然的話就是都看 公司的安排跟計劃 OK 謝謝 再問問 如果只有五分鐘的話 訂閱學院會一定買什麼東西 一定買什麼東西喔 喔 五分鐘太短了啦 可能 因為秋冬到了所以我會買毛衣